巨大的事 魏子希盟 我是蓝城分居刑警队等 我现在怀疑袁夏的死 很可能与你有关 麻烦您配合一下 我们的调查 双时空手机干预了袁夏的选择 也让未来有了不可预测的变数 刘雪姐 我现在也牵扯其中 在我配合警方调查期间 希望二四年的魏子齐 可以保护好袁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总 这么早啊 你这是打算去哪儿啊 我出去办点事 正好 上我车 从今天开始 我给袁总当司机 哪有老板给下属开车的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 老板还有下属的关系了 你忘了 我们已经是 这都是演戏的 我们不是在演戏给西林看吗 我说的是 是有关系 你那么紧张干吗 谁紧张了 不紧张你就上车 上车就上车 等会儿 你要干吗呀 我知道 自从我上次落水之后 你就格外在意我的情绪 怕我对水 对湖畔酒店有阴影 又联想起那天的惊险 但我没有那么脆弱 我不害怕 所以你也不用害怕 都说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等我学会了游泳 别说这片泳池了 就是那边的大海 我也能征服 所以 你今天是想过来学游泳 不想让我以后再担心你啊 对啊 周围还没有抓到 危机就还没有解除 在这之前 我得多多学习各种防身技能 就干脆先从游泳开始 而且我今天还专门请了游泳教练 应该很快就能学会 你还请了游泳教练 嗯 男的女的 男的呀 从现在开始请教我魏教练 我先去换衣服 拖儿我们能用一下 你手上的那个吗 这个 对 来 紫棋 来了怎么也没提前打个招呼啊 我们是来约会的 想单独相处相处 刚刚游泳了吧 挺废体力的 这样 一块下午茶 下午茶就不用了 一会儿我们还约了一套情侣血针 紫棋非要拍 还专门约了摄影师 是 谈恋爱嘛 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你们这段时间可以尽情地玩 我完全不在乎 只要最终的归属权 在我这儿就行了 看你们需要下午茶的话 我就找人给你们安排 给你们订个房间 行 就不打扰你们了 约会愉快 走吧 怎么 吃醋了 我吃哪门子醋 我只是想提醒你 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 太臭了 眼睛里都是你 每天就想见你 一颗完整的心都好想给你 下次合影的权利 可以采考得更紧 加上一点心机 我回忆里都是你 每刻都想见你 连超时空的旅行都像一起 下次电影的剧情 流流里的冰淇淋 拍得真好看 这样吧 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 等我照片处理好了 再给你快递过去 好 加您微信 把地址发给您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好 辛苦了 没事 好 原夏 裴申 这么巧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什么事 我 我们是来约会的 魏总您好 我是MU分公司研发部的裴申 在公司没见到过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 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些约会行程 你还有事吗 没有 没事 我们先走了 就 那现在怎么办 今天晚上真要睡这儿啊 当然 钱都付了 你不会觉得 我会对你干什么吧 就有 一晚上 耽误不了什么 实在不行 等西斗走了 我们再继续 魏紫欺 哎呀 好了 不逗你玩儿了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呢 也 早点洗漱 我今天晚上 睡沙发 我还不困 你先洗 好 好 这是我特意安排主厨 给你们俩做的情侣套餐 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啊 我看你沙发上是毯子吗 俩人刚在一块儿就分开睡 对 这不合适吧 谁啊 我 那 他刚才在那儿看电影 我帮他着凉 谢了啊 我们吃过了 吃过了 那就当宵夜加个餐呗 或者 也可以邀请我一块儿去吃 刚才在楼下不是说过了 凉消难得 不吃了啊 不吃了 不吃了 太浪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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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魏子齐 你 你是不是就是个 特别随便的人啊 你 你穿成这样你就 随便开门见人啊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吃哪门子醋啊 你干嘛 避免露馅儿 谢灵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这么无聊的吗 想不想吃点零食啊 吃点甜的心情会更好 谢谢 来 你快点 你快点 不行 不用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那你想干嘛 我 你快点 月夏 不行 月夏 月夏 我们要循序渐进的 你直接跨到这一步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快 了 没什么不好的 再不到那一步 我们就真没法睡觉了 是吗 喂 前台吗 你好 我的房间需要很多的寄生用品 麻烦送来 谢谢 我 我都要看看 谁比谁厉害 你好 您要的寄生用品 你怎么还打电话叫寄生用品 多害羞啊 怎么 还得我出马 袁总最厉害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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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上去 你隔几分钟再来 你等会儿 为什么呀 分开走比较好 免得同事看见误会啊 误会什么 袁总不是说我们只是 上下级的关系吗 我 我懂我懂 袁总是公私分明 不想让同事们的心思 放到这些无聊的八卦上 我自愿配合并尊重你 谢谢你的配合 现在 汐尔资本的合作已经谈妥了 公关部准备一下 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对外宣布 我们要重启量子通讯技术的研究 好的 研发部 你们那边的人员也要尽快就位 无论是内聘还是社招 全都要加快速度 好的 现在量子纠缠理论已经得到了验证 这就说明我们的项目有完全实现的可能 如果我们能将量子碎川运用到通讯技术当中 我们所成就的将不仅仅是速度 还有安全性上的跨运 不好意思啊 魏总 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嗯 去吧 各位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有打过电话 出门有时间吗 之前相亲提到过的事情 想找你帮个忙 就在孙姨的馄饨铺 当然 你要是不方便也没关系 没事 我中午正好要去孙姨那儿 给她的小孙女送满院里 酒店视频修复了 就是周围 这么想 整件事就说得通了 她先是在酒店推我下水 沾染到了酒店的风铃花花香 又跑到我家翻了个遍 当时我一进门就打了个喷嚏 就是闻到了风铃花的味道 只是 当时的味道很淡 所以我反应没有很大 就没往这块想 是吗 我有的时候也想不通 她为什么三番两次地 想要袭击你 而且在你家里面的时候 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对啊 我也有点想不通 周围难道是在找双时空手机 等一下 你睡了吗 我还没睡 我马上来 原下怎么了 没事 我看看 没事一点小伤而已 就是你的地毯脏了 地毯不重要 三星下楼 我给你包扎一下 孙姨 媛媛 宝宝呢 闹了一上午我刚睡着 你吃饭了没有啊 还没 我约了陪生一起吃 好好好 想吃啥我给你们准备啊 这咋又哭了 孙姨 这个 宝宝的满月礼 不是 你破费啥 你收下吧 上去吧 谢谢 谢谢啊 来了 来了 小祖宗 快十二点了 喂 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人时遇到了点事 不过已经解决了 那就好 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 你之前跟我说 让我不能离职 尤其是不能离开魏子柒 为什么 海董 你一次次不让我躲避危险 好像很清楚 我出事的经过 是不是因为 你一直都在我身边 你到底是谁啊 脚楼 三零七 是你嗎 這是洪叔叔家的兒子嗎 靜遠的跑路了 他女兒呢 沒錢就拿他底線 好嘞 大哥你不是嗎 我吵著笑啊 爸媽我回來了 哥我又忘記帶鑰匙了 你幫我開開門 哥不像啊 我在這兒守那麼多天 這兒什麼時候住人了 你們要幹嘛 我警告你們 我爸我媽我哥都在家呢 我哥可厲害了 鞭 給我繼續鞭 讓我看看你那哥哥在哪兒呢 哥哥快開門 下次要是再忘記帶鑰匙 你就不用回家了 我知道了 是你嗎 好 在我的時空 你在哪兒啊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我周圍 在我身邊啊 不是 當你離開後 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你 直到你出事 是 楊香 對不起 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來彌補我跟你錯過的時光 你是橫叔叔的兒子嗎 哥哥 我知道你 橫叔叔跟我提過你很多次 哥哥 橫叔叔他 沒有跟你一起回來嗎 他要去擦 到你了嗎 快點吧 你醉了嗎 我叫你走 擔眠藥 好 哥哥 哥哥你是睡着了吗 你赶紧睡觉吧 你能帮我跟老师打下电话 然后请个假吗 那群药詹的叔叔 肯定还在我家门口 我不敢晚上一个人 自己待在家里 我能在你这儿再待一晚吗 好 这事 哥哥 我有点饿了 我今晚要考试 要是回来他晚的话 你就把那个钥匙 放在门口邮箱后面就行了 你一定记得放啊 我还是不太敢自己一个人在家 哥哥 哥哥对我周围发生的事那么的熟悉 他一定在我身边 会是谁呢 孙姨 这么早啊 可以可以 真精神啊 快进快进 约夏 请坐 嗯 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实在是家里逼得太紧 所以只好拿你当挡箭牌了 嗯 没事的 上次都答应会帮你了 那 魏总那边会不会不高兴啊 嗯 他知道的话 大概会吧 来喽 来 孙姨 慢点儿 谢谢 谢谢 好好吃啊 好好聊啊 先吃 你放心 夏不为例 我已经准备好跟家里摊牌了 告诉他们 我有喜欢的女生了 所以这样麻烦的事情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那恭喜你啊 也恭喜你跟魏总 你经常来这里吃吗 这儿的馄饨 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它是红汤的 而且里面还有小米辣 也不是经常 就是很久以前吃过 后来去了分公司 我就一直想着这个味道 你是不是吃不惯啊 我怎么会吃不习惯啊 我最喜欢吃孙姨家的馄饨了 我从小吃到大 那就好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分享 我之前申请调到 总公司研发部的调令 已经下来了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同事 对 那要请你多多关照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 要调到研发部 之前都没有听你提起来过 因为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想等一切都落定了之后 再跟你分享 至于为什么 是因为 我想得到 我喜欢的女孩子的认可 等我再优秀一点 我一定会跟她表白的 那预祝你表白成功 谢谢 谁会是哥哥呢 谁会是哥哥呢 才不是 曾经的路人 是用尽力点 要与你重逢 一个急罪 以便олет受風 只为无处的眼神 思念穿越多时空 我不作声 爱救助着彼此 从未断侧 多像一颗转身 我就变成我们 我相信爱能转动 千万种可能 抱你更近一番 就只有直到 时间尽头的心根